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小熊美食频道 我是大熊哥 芒果大家都非常爱吃 香香甜甜的 但是在剥芒果的时候 经常会把手弄得很脏 很绵 那么今天 大熊哥就来教大家一个 吃芒果的小妙糕 用到一个杯子 一把水果刀 就能够很轻松的吃到芒果的果肉 在切芒果之前 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水芒果的小技巧 水芒果我们一定要拿起来 闻一闻 味道非常香的 我们才买 不香的不要买 然后第二点 就是看芒果上面的黑点 比如说像这个芒果 上面只有很少一部分的黑点 这样的芒果是可以买的 如果黑点很多 就说明这个芒果 已经坏了 不能买了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用手轻轻捏一下 太软的芒果 说明已经熟透了 那个口感已经很差了 像这个芒果按下去 有弹性的就可以买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切芒果 同样把头给切掉 然后呢 找到中心这个点 这个点所在的位置就是芒果 果心啊 果纸 所在的位置 我们在上面找个位置下刀 现在感受到这个里面纸的位置 我们就按下去 跟着这个水果这个纸的纹路啊 切下去 尽量把这个果肉啊给切出来 OK 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的完美 我们拿来一个玻璃杯 然后把这个芒果放到上面 然后沿着这个纹路撸下来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非常完整的芒果果 已经在这个杯子里面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果皮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刮得非常的干净 这样切出来的芒果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也不留汁水啊 这个汁水全部集中到这个杯子里面了 然后呢 那我们可以拿去打这个果汁 或者是用这个牛排刀啊 切开来慢慢吃 慢慢享用 都是非常方便非常好的 好了 这个非常实用的小妙刀 大家学会了吗 学会了 请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谢谢大家 好